下載的位置我猜不是下載 要不然就是桌面 所以應該是桌面吧 然後這邊有一個House Road Sequence 這邊要做解壓縮全部 然後解壓縮 所以解壓縮這個以後呢 你會看到裡面就是一大堆這種圖檔 它是連續圖檔 其實連續圖檔是最好的一個影片格式 我個人這麼覺得 理由很簡單 就是因為它每個畫面都是完整畫面 完整畫面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影片的壓縮就是在抓那個 畫面沒有變動的地方 它會保留 然後每一個影格其實只有記錄比有變化的地方 但是它每隔一個時間 比如每隔十個 每隔十五個可能會有一個完整畫面 但這個每一個畫面都是完整的 所以這種我反而比較喜歡 這邊你就按向右方向鍵就會看到 畫面在動 我不知道這個幹嘛會放大縮小 所以反而這個就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一種格式 因為這種格式 反而都畫質再怎麼差 都還是比影片好 我個人覺得 所以我們現在解開來以後 Houseworld Sequence它的影片 我們現在要揮進來 你可以看到剛剛說這裡有個編號 五位數0 然後一直到149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大概150格的影片 我們現在把它揮進來 第一件事情討論的是在 電影或電視影集裡面 把天空換掉這件事情 桌面這邊現在選Houseworld Sequence OK這邊要注意呢 就是Sequence這個英文單字 在Premiere裡面代表一個 一段剪輯 Sequence也可以當成是連續圖檔的意思 所以這邊呢就是要選 第一個編號的數字的檔案 然後選Import 會進來 會進來以後呢 你可以看得到呢 這個影片 它現在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呢 就把它轉成一個Comp 這個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這本來是開心檔案的意思 那跟Premiere一樣 很討厭的就是 有一堆東西要設 很容易設錯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 把你的素材 拉到這個開心檔的按鈕上 它就會開一個規格一樣的檔案 所以這個跟Premiere的一個功能很像 叫New Sequence Front Clip 還記得嗎 New Sequence Front Clip 所以Premiere裡面也是可以選一個影片 然後以那個影片的規格為基準 開一個新的檔案 所以這邊就開一個規格 一模一樣的檔案 這個是非常好的 因為 如果你用這個啊 你長寬可能錯 像素長寬比可能錯 每秒幾個可能錯 總長 時間總長也可能錯 容易錯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所以你用這個方法是最快的 直接把素材拉到這裡來 所以到時候在手機上拍的影片 或者你有比較高檔的素材 一樣就是直接匯件來 匯件來以後 這邊匯件來 按右鍵匯件來 import file 然後再來呢 把素材就是這樣 拉到開新檔案的按鈕上 它就會開一個新的comp 這個按鈕跟這個 這個comp的圖案跟 新檔案的圖案是一樣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長這樣子 好 先這樣好了 因為A1你沒學過 我覺得我不應該講太多 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